除了說這個網頁裡面其他也都差不多啦 這個也可以用HTN也可以用Json 那其他上面這些都可以啦 所以如果我們假設換一個好了 比如說換這個 每日收盤行情好了 其實你點擊進去你會發現 其實好像它的結構也是一樣的 點擊進來之後 當然你可以選一個日期 有沒有 然後按下送出 它一樣會提供給你Json 有沒有也會提供給你HTN 所以簡單的話 抓這個字比較簡單 有沒有點擊進來 這邊一樣有沒有 日期嘛 所以感覺規則都一樣耶有沒有 所以底下那個 就是在這個什麼 這個證交所上面的這些東西 你都可以用類似的方法把它抓下來 那我們就不一一練習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自己再去每個各個擊破啦 我是建議如果你要 提升你的功力的話 可能要每個都經常的去踹 最好是找一個跟你平常工作啦 或者說你做一些投資理財有關的 你可以練習看 如果抓得到 那這個資料的話 你將來就可以做自動化了 有沒有 可以自動 然後再做一個方式去判斷這些數字 到底什麼狀況可以買 可以什麼狀況可以賣 或者觀察一下 這個我想做一個大數據分析啦 那如果說假的 我們換一個好了 剛剛是用那個就是前二十 那這個我假設換成這個好了 每日收盤行情 我們剛剛是用HT 不過我這一題哦 我希望你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Json的話 那怎麼做 OK 所以第一個 我們幾個方法吧 好像剛剛比較簡單的方法是這一個 這邊把它改Json 有沒有 然後Enter 它就出來了 那只是說啦 你改這個好像比較簡單耶 另外一個方法 就是說它好像是 Gate跟Post都可以耶 那第二個方法是用Post 因為我假設啦 因為我有時候不知道說 它藏了一些 不讓人家知道的一些參數 有沒有 如果說這一招行不通 那你可能要用第二招 第二招就是我剛剛講的 就是一樣哦 你就是選一個日期對不對 按查詢 可是你要知道 到底按查詢這個動作 我這個瀏覽器 有丟什麼樣的參數到主機的話 記得吧 按右鍵 然後檢查嘛 這一招很重要 因為如果你不會這一招的話 你根本不知道 到底他們怎麼talk的 啊 nestwork 裡面如果有你就清楚 如果沒有就直接run 按查詢 那你可以看到這邊就傳了一些東西 給主機嘛 那其中的話 Petload Petload 然後你可以切到這個啦 叫Vsources這邊 那就把這個訊息怎麼樣 貼到將來的參數裡面 理論上應該都OK啦 它的參數總共有幾個 Date Type Response 這個應該什麼 這不知道耶 這一串東西 OK 就是把這一串呢 放到我們的程式裡面 OK 那另外的話 如果你要解析的話 也可以切到這個preview preview就是 其實這一串好像我記得應該跟什麼 跟剛剛用get的方式 得到的應該是一模一樣吧 前面是table嘛 尾巴是這個date 我看一下 切過來看一下 table 尾巴好像不一樣 那如果假設啦 所以我會取得這個資料 你們可以再比對看看 那假如說我練習的時候 我是以這個來看好了 那如果你要解析 那當然也就跟上一個禮拜講的類似 第一個你可以把這個 這個裡面的 Jackson 如果你要解析它的話 比如說我要抓的話 應該是抓什麼資料 我看 理論上應該是 我再點開來 其實理論上就是這個表格啦 那這個表格裡面 基本上就是幾個欄位啊 1 2 3 4個欄位有沒有 第一個欄位是成交統計 然後成交金額 成交股數 成交比數有沒有 然後總共有幾個資料 1到15嘛 最後有一個是核計跟總計 好 那我們切到這個 Jackson裡面來看 Jackson就很難看了 那你的資料到底在哪裡呢 成交股數應該有 這邊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的欄位名稱 它好像放在一個key 叫feels裡面 所以你只要抓keels裡面 有沒有 feels裡面就抓到欄位名稱 總共有四個欄位對不對 對沒錯 這四個 然後另外的話你的資料放哪裡 資料就放在這個 date裡面 然後裡面的話就放這些資料 第一筆資料 一直到第15筆資料 第15在這裡 第15應該是14嘛 15 然後這個是核計嘛 再一個總計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date抓回來之後 然後去解析這個東西的話 那就可以把裡面的資料 又把它恢復成表格 不過你會發現 哇這個難度 簡直跟剛剛 HTM 不是同一個門檻的 這簡直是有點不好 那當然如果你有這個需求的話 要怎麼做啦 當然幾個方法 我的習慣是把它Ctrl A Ctrl C有沒有 如果你已經看到你不用不需要用 JsonEdit啦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我是習慣是把它貼到JsonEdit 文字哦 把它Ctrl A 先切到Test嘛 然後Ctrl V貼上 然後如果你要分析的話 我習慣還是用這個Tree 那這個Tree裡面的話 他就會幫我分析說 我的資料在哪裡 那其中的話 各位可以看到 應該是在這邊啦 你可以看到0的話 表示這裡面沒資料 所以底下 第6跟第7應該是有資料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第6裡面的話 有個Fill有沒有 Fill其實應該就是欄位 那Data就這個 所以其實 他放的地方應該是 Table裡面的第6個 然後這兩個東西把它抓回來 就可以變一個表格 所以 這個請各位先試試看好了 那第一步分析Json 第二步的話 再來就是什麼 把剛剛的這個Json 通通抓下來 然後去解析它 所以難度一定是比較高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所以我剛剛的那個範例 我是把剛剛那個就是證交所上面的這個資料 換一下 換成第一個 剛剛是前二十 那我現在就把它改成那個 交易資訊裡面 每日收盤行情 那假如 我要換一下 我不要 剛剛HTML 用Creator太簡單了 我想要換一下 把它換成Json 所以最簡單的方法是 點開來之後 然後呢 把參數直接點HTML 乾脆點Json算了 那我就知道說 我的網址在點Json 第二的話 我要分析說 我要抓的東西在哪裡 就兩個Key 一個叫 所以一個Key叫Fios 一個Key叫Data Fios就藍位名稱 不過其實這樣啦 甚至Fios不抓也沒關係 因為藍位名稱我假設都知道的話 那我自己打上去就好了 主要是Data 因為Data的話比較會變動 但是Fios應該是不會變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簡化的話 其實只要抓這個Data就可以了 然後把這個Data裡面的這一個 這個資料抓回來 不過這個資料又很不妙 因為它又是二維的串列 等於在串列裡面又放串列 這其實真的不好解析 試試看 如果你可以解析 那以後要抓資料 即便給你的是一個Json格式 也沒問題 試試看